前两天在亚里下单了好多东西 这个快递是刚到的 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我真的超级期待这个快递 因为买了很多很多零食 是在国内很常见 但是在这边就比较难买到的 哇 这个 这个小饼干真的超级好 这已经知道是我第几代了 其实像网络的时候 只要看到我都会顺便带一盘 这真的超级 然后还有这个虎皮蛋糕 这个我没有吃过 我当时看到的缩量还挺好的 所以我想尝一下 可以当早饭吃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洗脸筋 这个洗脸筋我还挺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个 然后它快用完了 所以我感觉辛苦了一点 然后依旧是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 然后我一直在用 这个 这个 这个流心蛋黄 流心奶黄月饼 哇 我超级想吃流心奶黄月饼 这里面应该是有两个 然后我买了两瓶 这个茉莉花茶 你放冰箱里 让它冰箱的味道会更好 这个 这个饼干也特别好吃 我之前有买过一次 然后我这次看到了之后 我还想在那暑假结束的时候 可以带到当时 给我的小伙伴分享一下 让他们尝一下 哦 还有这个茉莉花饼干 我之前一直看到有人推荐 然后我也没有尝过 我准备也尝一下 哦 这个 这个 新疆炒米粉 我买的是这个茉莉花 我本来想尝试一下 特拉 但我觉得 我觉得就还是保险起见 我先尝一下这个微辣的 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还有一袋这个火锅粉 这个咖啡 三分半的咖啡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会时不时的喝这个咖啡 因为它很方便嘛 但是来这边之后真的很难买 我没有想到就是 会可以买到这样 那么这 大家前看一下这个包装 应该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石 这个石 这个石 这个 这个应该是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 松石月饼 我买的是这个冬沙口味的 它这里面有五个 刚好 你可以带到观光室 给他们分享一下 然后我可以用来当早饭吃 或者当早饭吃 应该也挺好 然后现在在亚米饭小机 还有很多很多热品产品 如果大家如果吃到的话 可以赶紧去看一下 涨 这 好 感谢观看